本土确诊个案暴增 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指挥中心考虑放宽疫调时间 确诊者从以往疫调14天 缩短为疫调3到5天 以前疫调目的是溯源 现在则是避免扩大 但缩短疫调是否有影响 医师省政男呼吁 仍不能放弃清零 清零是真正的平等 因为不管贫富贵贱都安全 但共存底下就会差很多 他举出数据 3月底疫情扩散时 RT值是4 若少做疫调匡列 现在单日已增7万例确诊 即便加上疫调匡列 现在RT值是2 确诊数仍会倍增 专家领事弊更指出 若向日韩爆发社区大流行 单日最高确诊数可达8万人 这是有可能 RT值了大概是2.0 所以它发展还是会很迅速 边境持续有病毒闯进国门 看看新加坡要求 旅客入境前减幅6小时内 PCR阴性证明 以及防疫保险证明 以便支付医疗相关费用 立委呼吁应比照防疫 另外针对未来轻症在家隔离 经管会也将放宽防疫保单 请保险业者参考 依照轻症居家照护指引 在宅照护也要理赔 方案预计两周内会出炉 与病毒抗战 各项措施也开始不得不跟着调整 这里任何周天强 想与SNG台北采访摩托 请查看